第二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还没有想过 我觉得现在先好好支持我的第一张专辑吧 大家支持正版 专辑确实做得也非常漂亮 你有听过没 我现在还没有享受过 因为现在我怎么说 除了工作以外 回家就是照顾我那几个小包裹 实在是没有多一个时间 不过我肯定也会支持正版 去买一张CD经常 照顾狗狗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 比如像伊菲养了两条 你养了三条 我哥们来讲 因为本身是养一条 然后完了以后是为了做伴又养了一条 不知不觉就会 这个狗狗养狗会上瘾 对 然后看见这特别喜欢的又买回来了 然后这个爱就分成了三份 但是刚才伊菲说 他在他们家就是养狗狗 他都特别喜欢 我三十个我也都特别喜欢 但是我就现在就代表爱国网 就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在家你会不会给他们分地位呢 就是说 就是说 谁的地位高一些 谁的地位会低一些 没有 我们对他们都是非常平等 甚至说分他们吃狗粮 分他们吃零食的时候 就会分的完全都是一样的 不可能一只大一只小 这是一定是绝对绝对的平等待遇 如果分的一大一小 他们自己会有感觉 没有感觉 但是我自己心里会不舒服 这一点我是这样做的 我们家的是一只小母狗 它的地位最高 吃饭一晚 它先吃 然后它吃完了以后 那只小公狗吃 最后来的那只 我说安顺者 一开始先来的那只 它先吃 然后第二个 它再排第二 然后最后来的 排第三 我是给他们一个等级 等级划分 是这样做 因为让他们有个地位 可能在家里不会打架 因为因为他们有公勇 两只公狗一只公狗 就谁说的 对对对 我让他在家里面 把自己等级划分开 干什么他先干 优先级刀给他 可能他吃的少一些 就我跟你说 特别胖你也是 可能他吃的少一些 但是我会把他的等级 排的高一些 因为他跟隆很长时间 然后你如果说 你想啊 你后来者 然后和他评分的话 可能他会心里非常不舒服 我就会把他地位提高 然后让那个 就让让他试补去讲 因为狗狗是一个等级划分 特别 有讲有逞 对对 因为他这个在 如果说在以外情况下 他是一个群居性的动物 然后完了呢 他会分出一个首领 然后再往下一个一个分配 然后我在家里面就是制模拟 我当然是首领 然后往后一个 一次排开 如果说你把顺序打了 因为狗狗多 一只两只无所谓 如果狗多的情况下 他们如果打乱了 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秩序 他们把这个秩序打乱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产生战争 好 我刚看到哈 这个仙居的西草悠兰在问说 一飞在他们调皮的时候 有打过他们吗 会拍一下小屁屁 但是没有 真的就是基本上是摸一下那样重重摸一下 因为这时候觉得很下不下不去手 而且我发现 没办法亮出小龙女那一招 我比较没有威信 其实对狗狗应该是要有一个训练的方法的 但他们已经很乖了 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非常的可爱 感觉非常的老实了 我觉得想不到他们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觉得他肯定在家里非常听话 非常乖 你们家不会是就围着他们俩就很怕 所以没有 不过就基本上在家的时候都是一天都在一起的 你会一推门就会叫他们的名字吗 他们就全都冲到门口来欢迎你 还是一推门他们先进来 先来去找你 对都会 然后走的时候出门 好比说要去工作啊 然后说坐下 不能带你们去 今天回来见 然后他们就很乖 就坐在那边坐着 会不会很委屈的表情 会有一点无辜 对 然后就是非常能够善解人意 像上次是带Candy出去玩半年是吗 那来福后来有没有变得对你有点生疏 没有 来福其实我觉得他挺幸福的 因为Candy跟我们在剧组里面半年 应该说 瘦了也不瘦了不少苦吧 像在冷的天气里面呢 在室外啊 还有吃盒饭啊 上次讲的 熬夜啊 然后会一天关在家里面 没有办法带他出去玩 对 这个就是狗和人的一个区别 就是这样 如果说如果说是一个人的选择的话 他肯定会去选择一个 舒适 更好的舒适的环境 而狗他会永远的追随你的主人 哪怕你落魄街坊 就前一段时间其实也看了一个 其实小时候一直有看一些狗狗的影片 就是狗狗多么对主人忠诚 那最后 呃就是 踏遍这个 对对 就是对 然后最后找到主人 还有一个 片子叫 导狼犬小 小秋 对对对 然后看的片子也是哭得不行 就觉得很平淡 但确实那是狗 医生的一种 对人的一种依恋和一种 一种爱 那是不是有关于狗狗或者是宠物的 动物的片子都会去找爱 呃 其实我 我每次看那种片子都很心疼 就是 有时候会忍不住会想看 但是看完之后心里会很难过 嗯 因为狗狗最后都是一种比较悲剧的收场 对 其实也不能说悲剧 就是必然的一个非常平淡的一种 平淡里面的一种美好 因为他对人奉献的东西太多了 对 就是这样 永远他好像 如果说以狗的角色来演这个电视的话 永远好像是狗的狗的奉献要要更多一些 嗯 而且狗表达的这种感情 可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出来那么简单的 你得去体会 嗯 那种感觉可能就是更独特一些 嗯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还看了那个南极大冒险 嗯 所以看完了以后对哈士奇印象特别人好 对 那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伤感的地位吧 但是看完之后 也是有两只狗 两只还是一只牺牲的 牺牲了一条狗嘛 他们把那个表情和那个狗狗的那种那种就是呃 就他有一个领域感你发现了吗 他有地位感就表达的特别好 而且对主人的那种中心一直在那等着 嗯 好 呃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问题很可爱哦 那熙熙的狗狗怎么上厕所呀 啊 其实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很听话了 在家里面应该是不会乱来 那就是想上洗手间上厕所的时候就会 就会告诉我们其实就蹭蹭啊 然后这样拍一下就是他要出去了 那就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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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嘛 你会自己带着他们出去吗 去 你觉得他们要去上厕所了 对啊 其实放出去他们自己就会 少人厕所再自己回来 对 不用不用带着 嗯 对因为院子里面的话 他们应该可以出去完了之后 自己都知道回家 嗯 好 呃 有很多朋友留过的问题呢 我们其实刚刚都已经 呃 打算了哈 你比如说 哈哈 哈哈哈哈 比如说 自己会不会再养一条狗啊 呃 你问过这个 没有办法再养了 现在其实真的两条狗的话 嗯 已经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 分爱已经就是很 很难了 就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他们 因为工作也很忙 可能也没有办法 对 都一直在 两只狗狗狗已经很满足了 两只狗狗都是非常乖听话的狗 嗯 好 嗯 主持人麻烦问问希希会参加十一的全赛吗 嗯 可能是有很多的比赛吧 十一 比赛 我也很想去看 诶 那个来福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你去看了吗 诶 有一个跑步的步态 跑步步 他都有一个特别标准的一套 一系列的一套的比赛规则 就是说比如说狗狗 他比如选拿瑞啊 他应该跑出什么样的舞台 暂次应该什么样的角度 都非常非常非常 毛色毛亮 嗯 他非常有 都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标准 对 所以说我刚才就提到就是狗狗如果说想达到一个赛季 或者是参加比赛的话要经过一段 特别漫长或者是可以说特别艰辛的一段训练 嗯 那他还能再就是参加别的比赛或者是多次的参加比赛吗 那样他会一直保留那一期 但是现在 现在想让他休息 因为我们都非常心疼他每次参加比赛都要做很长时间的训练 还要拔毛 所以希望他以后就是我们关爱他就可以了 那希望比赛的话 还是能够让他舒适一点比较好 嗯 我们其实不在乎狗狗得不得什么冠军 我就觉得一只狗狗幸福就好了 嗯 好 一飞会不会带狗狗一起参加歌迷会 啊 太混乱的话我怕狗狗会跑丢 嗯 对 没办法哭太多吧 那一飞要不跟大家预告一下 接下来还会有 还会去哪里参加举办个歌迷会吗 嗯 接下来应该会在长沙 22号在长沙 嗯 然后还会有北京的 嗯 暂时现在是四个地方 24号是在北京的 嗯 那现在就是22号会去长沙 嗯 24号会在北京 嗯 嗯 有四个地方剩下两个地方 是不是还不太 不太确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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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在商量一种 好的 嗯 再来看一下 嗯 呃 皮宝宝代表爱狗会员 表达 希望看到一飞家园更新日记 嗯 嗯 我就皮宝宝 嗯 那可能是你的朋友们再见 对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我说你一定代表我 然后把这个留言 你这妈不自己说呢 嗯 因为我是这样呢 我在这儿的话 我有一个优先权啊 嗯 我就可以问 然后完了以后 但是我的朋友他们 嗯 有他们的意愿 我说你一定要代表我的方式 然后把你们的 表达出来 那一飞在这个爱狗网上的日记 是不是点击率很高啊 对对 她的照片 包括她日记的 呃 就是她的博客 流浪量都非常高 她的包括大家给的 给出的留言 嗯 大家对嗯 一飞在爱狗网上的 那个博客非常感兴趣 嗯 然后也希望 同时也希望就是 因为有时间的话 嗯 能经常上学跟大家 嗯 面对面的去 聊聊聊谈一谈 嗯 嗯 好 那可能一飞 没办法要多写字的话 就多多发照片 发照片 对 他们两个太太可爱了 可爱吗 黑两张然后发上去就好 嗯 好 再来看一下 嗯 我看到有这个 可能也是爱狗网的朋友在那边 说什么时候开始 爱上这个爱狗网的呀 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网站 就是因为其实 到现在来讲 可能就是专业狗狗的网站 这个网站应该是最最大最权威的了吧 对对对对 是的 对所以就觉得在上面有看到很多爱狗的人 各种各样的权类 然后还有很多论坛 帖子都非常可爱 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对狗的那种惯爱 所以我觉得都是 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个心情 所以经常想上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嗯 而且而且爱狗网非常多的摄影高手 他们呢 比如说拍出的自己的自己家狗照片 都很漂亮 都非常的漂亮 我有时候就是自己在浏览帖子的时候 就不禁就是看进去 而他们带着狗出游各方面的一些景色 他们和狗狗狗自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嗯 真的真的非常就是那种 很感人 对结合的非常好 嗯 好 嗯 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主持人没有问他们的问题 好 因为这个大家留言也非常多 这个跳评也非常快 这个一飞可以帮我作证 所以呢 呃今天一飞有带来他的这个海报 我们一会请他签上名字 我们会把它送给大家的 决定的补偿 没有看到了 对 养一只什么呢 养狗狗其实还是要下定决心啊 问问家长的意见啊 还要看看家里面的 包括时间啊 就是能不能让狗狗尽量的 得到最最好的待遇吧 嗯 再一个就是一定 比如说养狗之前 嗯 去了解一些 就是你要养的这个狗的知识 比如去爱狗网 他有一些非常多的 对 非常详细的一些资料 然后去上面 你可以去彩阅 比如说你想养去Naray 上面有非常系统的一些 我们的爱狗网的网友 爱狗人去 比如说自己做的一些日记啊 就动一下 非常好的一个资料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然后再去选择一条 适合你的 你的权利 嗯 因为你的朋友们都养狗吗 我的朋友们养狗的很多 像其实张老师 还有他的太太也养狗 也你再来 好 对